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你看 我抓了一条大鱼哦 少说也有上百斤 这位商人看到在鱼网中挣扎的大鱼 心中不由地起了慈悲心 于是便决定将它买来放生 这条鱼能长这么大真不容易啊 要是就这样抓来吃掉那就可惜了 这么一条大鱼我怎么会舍得吃掉呢 我还打算叫它卖个好价钱呢 这样吧 这条鱼我买下了 哦 你要买这条大鱼 是的 你看 这些钱够不够 够了够了 您住在哪里呢 我把这条大鱼送到您家去 不必了 你把这鱼网打开就好了 打开鱼网 那它就跑了呀 我正是想把它放回到湖里 原来 您是要把它放生啊 您真有慈悲心啊 好吧 我这就把它放了 小心点 不要再被抓哦 转眼 到了七月 这位商人带着采购好的货物 正要返家 因此 又乘船来到了陀阳府 主人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是啊 这次外出采购货物 可是耽搁了不少日子啊 真希望能平平安安地早点回到家里 主人 您看 那里有几艘船朝我们划了过来 对哦 好像朝我们来的 对哦 好像朝我们来的 对哦 好像朝我们来的 喂 你们是什么人啊 不好了 是强盗啊 主人 您快回船舱里面 主人 您快进船舱里躲着 这里交给我就好了 快把货物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休想 那位商人躲在船舱里 被外面的打斗声吓得全身发动 你们把我的仆人怎么样了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还惦记着你的仆人 一会儿我就让你去见他 还想跑 你跑得了吗 就在这伙强盗准备杀了那位伤人时 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还想往哪里跑 去死吧 哎呀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这 这 你看 鱼 大鱼啊 湖中的一条大鱼竟然猛烈地跳到船上 并且还不断地将水往强盗身上拨散 今天真见鬼了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条鱼自己跑到船上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快过去把那条鱼杀了 这时候 恰好有艘想来借国主犯的捕道传情谷 恰巧的 就这样碰上了船上这三个强盗 你们船上有火吗 我们是来借火煮饭的 救命啊 救命啊 这里有强盗啊 啊 强盗 跑了 不到船来了 我们快跑吧 大胆强盗 哪里跑 就这样 那三个强盗全都被抓住了 而商人也因此保全了性命 逃过一劫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如果不是你们及时来到 我的命可就没了 奇怪了 这条鱼怎么会从湖里跳到船上来对付这三个强盗呢 啊 莫非你就是我放生的那条大鱼 真是太谢谢你了 如果今天没有你 我的命早就没了 看来这条大鱼是来报恩的 这位饶珠商人买下大鱼放生 救了大鱼的命 而大鱼知恩图报 也救了商人一命 与其说 商人当初放生是救大鱼的命 还不如说是救自己的命 山果来得何其之快 动物也知报恩 奉劝诸位多行善举 莫再伤害一切生灵